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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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那個測試幫我超越它 為什麼 因為你是最棒的 好 司機 我是最棒的 我找你去哪裡? 我在這裡 好 你搞什麼?為什麼你全身濕透? 可能剛才噴水池噴水 我現在濕得濕,是不是更性感? 你英俊是美女 不過待會兒那裡有冷氣 你抹乾淨再進去 不是,但為什麼還有沙 可能剛才噴水池噴海水 這麼好感覺? 那他去看看吧 別看了,不如我們餵企鵝 企鵝有時間吃東西 好 這邊只走左邊 謝謝 這裡… 這邊 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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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 你可以睡覺嗎 謝謝 那 legislature,請坐那邊 你是坐那邊 謝謝 謝謝 psychic 幫我簽個名 aí 好 謝謝 trusted 我們是不是會能釋? 你先坐下, 我們還有城下陸續登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各位 哥哥, 又要你做臭陰 我要保護你, 我不做, 誰可以做 我退役之後, 你就沒那麼辛苦 你還有很大的空間, 不用這麼快退役 其實這次拿得這麼好成績 我對自己也有交代 我想趁年輕人嘗嘗其他東西 嘗什麼其他東西? Jim…真人還要拍照鏡 又大隻又斯文 連倒杯水給他也不該前該後 真的要給他一個讚好 是誰? 你不知道嗎? 他剛剛代表完香港 參加了世界短持錦標賽 還刷新了香港蛙式紀錄 非如王子, 不是浪得虛名的 很多小妹妹都想他 無論如何, 我們是專業的 無論班機有什麼乘客也好 我們都要保持形象, 不要失禮人 對, 讓我看看John有沒有用到 不然就失禮人 好, 知道嗎?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知道嗎?幫我簽個名字 不好意思, 我們上休息一下 哥哥, 好 你是香港代表隊, 還拿獎 你現在不坐頭等 對, 很多明星都坐頭等 你不要幫政府省錢 我又不是明星 何況拿獎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好, 整個團袋都在這裡睡著 真是乖 送給你的 謝謝… 我們不如拍照 好… 來, 笑一下 看看, 很可愛 不好意思 姐姐, 看這邊… 好, 再見 裡面是什麼人, 這麼久? 各位, 那邊都有洗手間嗎? 我們不是去拖廊, 我們等尖尖 我們不是拍照嗎? 惹了這麼多支持者, 真麻煩 那這些明人同機器就這麼麻煩 是呀 先生, 我是這班機器的機廠事務長 請問什麼可以幫你? 先生 你拍照, 給我拍照 不好意思, 我是否騷擾到其他人? 你在這裡休息, 沒人會騷擾你 謝謝 你需要飲品嗎? 不需要, 謝謝你 我叫Tracy, 如果你需要什麼 你可以按鈕, 打電話就行了 謝謝 怎麼樣?還好嗎?沒問題 剛才麻煩了 也是我們份內工作而已 而且更新了你們的頭等艙 避免了混亂 幫到你, 也是幫到我們攝影機 不過Coco只是FB 這次更新了你, 之後也要寫報告 不好意思, 麻煩了你 只是工作而已 謝謝 謝謝 再見… 謝謝你們, 安排我們在先下機 可以避開詹姆的粉絲 謝謝 不用客氣, 這是我職責的一部分 詹姆先生, 你的粉絲很熱情 這次還贏了大賽 肯定有很多人在等你了 兩位不用擔心 這一位是我們AC同事 他會帶你們走另一條通道 直接到停車場 兩位就不用怕, 給粉絲包為主了 兩位占先生, 你們好, 請跟我來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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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tain Koo, 你的輪車 謝謝 好 好 時間到處呢? 我不會阻礙你很久 哥哥叫我拿一份東西給你簽 其實你不開會也要說是龜角 TPP 你哥哥真的每次都有開會 對, 說一下吧 平時他是不是很乾淨? 也挺乾淨的 不過你可以說他是認真 看我的圖片 飛行完玉城計劃, 飛進夢想的天空 報名的日期是11月10 11月10號 怎麼了?有事嗎? Captain Koo 那邊有位女士想請你吃點蛋糕嗎? 我去買點東西, 幫我吃點蛋糕 我去買點東西, 幫我吃點蛋糕 真的差那麼遠嗎? 我去買點蛋糕 我去買了 我去買點自家 我來買個個洞 我來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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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急著走, 看見美女都不理 已經覺得很奇怪 現在回來還笑得四萬 又吹口哨, 你沒受打擊吧? 你不明白了, 漂亮嗎?阿錶 漂亮, 那個舊款 沒錯, 她有一隻舊錶, 還壞 不過很有紀念價值 想不到她平常硬碰碰的 原來這麼掛念我 你知不知道有人弄錶嗎? 我記得哥哥以前去古董錶店 有個老師傅… 我幫Bakman追求女兒子 好嗎?別拿了, 我會記住 無所謂 其實是特意走到那裡 特意幫你做的, 好嗎? Bakman很感動 別客氣了, 劇論夫真的很客氣 你是不是拿了我的錶? 你不見了我的錶嗎? 有人在維修部見過你 其實在維修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對嗎?如果你沒有人證或物證 就不要挖我 你不相信的話, 我可以讓你瘦身 那隻錶很貴的嗎?我幫你一起找 那隻錶? 那隻錶? 大哥 我熬了湯給你喝 我放了一個廳桌子, 叫我去喝 就到了 大哥, 什麼時候你變成女人 學完女人做完女人的事? 你有沒有良心? 我熬了湯給你說我女人 大哥, 閒亮的, 小心點好不好? 對不起 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拿了我的錶? 什麼? 你不是告訴我 你有同一款的這隻錶嗎? 那就是這隻 這隻錶是誰的? 這隻錶是Jayden的 Jayden怎麼會有這麼平實的錶? 我想是Jayden送給夏臣 我又覺得他想煮熬 那就替我拿這隻錶去做 這隻是有一年和我生日的蘇姨送給我 蘇姨和夏臣不僅相似 味道也很相似 不是這麼邪門吧 真是白天別說人 有什麼事, 照顧他, 好嗎? 弄好了 真的能做得到嗎? 他真是新的一樣, 你師傅可以 可以的, 不過師傅說 幸好是零件送了, 不是壞了 不然找零件剩下你的錶就很難 你的錶款是不是太舊了? 沒辦法, 年舊嘛 其實他收藏了那隻錶這麼久 只要不要在乎你, 女孩子哄一下就行了 有點心 希望這次能幫到你 不過錶是死物 我一定要找一個特別的時刻送給他 才有意思 警察哥, 其實這些事你不用跟我分享 因為不關我的事 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了 我走了, 好嗎?再見, 警察 坐下 有什麼吩咐呢? 其實阿神快要生日了 我打算把這隻錶當生日禮物送給他 警察哥, 其實你不用跟我分享 不… 其實我想跟他搞一個驚喜派對 他朋友不多, 所以就算是你了 我…我跟他不是很熟 怎麼不熟 大家跟一間航空公司 你就當跟空中小姐溝通一下聯絡一下 我叫了Tracy約人 誰是Tracy? 空姐, 拜託你不要切你哥哥 這麼乾淨才行 有空跟美女多點聯絡, 多點溝通 空姐, 其實我檢查你的名單 剛剛好, 你那一架也不用請 這邊…這邊要綁緊一點 不然待會把整個都拉起來 麻煩了 放心吧, Captain Cool 今天你的大大日 我一定能做到妥當, 好嗎? Captain Cool 果然很專業 如果有人這麼用心 幫我搞我的驚喜派對 我立刻嫁給他 真的這麼感動嗎? Camp, 女姑娘, 差不多回到 大吉利, 各就各位 請訂閱… 祝你生日快樂 你的彈神像我人生的魔法天嗎? 你有沒有加價? 你生日嗎? 但今天也不是我大哥生日 Captain Cool 你說什麼? 11月10日 是10月11日 我們上個月已經和我們大哥慶祝了 很明顯是你搞錯了 好 我們打算陪你玩而已 是呀, 你不是打算捕捉嗎? 是呀, 當捕捉吧 大家一番心意, 還有一個錶 你一直保持著 只是證明你心裡還有我 我認識別人做錶, 順便幫你做 你究竟想怎樣?你究竟想我怎樣? 由始至終你還是不明白 你不說我又怎麼會明白? 你記不記得這錶什麼時候正壞? 還要嗎? 是你離開家裡去空軍那天 你妹妹死命抓住你, 求你不要去 你一手推開它 它連人帶錶跌到地上 然後弄壞了 那一刻是下午兩點鐘 這錶從那一刻開始不懂得再動 就是你故意留下這錶, 故意不整 就是為了永遠要記住我離開你 那一刻就是… 是呀 我當時十歲還不夠 你這個還有哥哥的獨起狠心我 我不明白為何你會為了這錶這麼開心 不過不難明白 你一向都是你自己的 我先走了 來, 乾杯 大叔, 吃飯, 這麼軟? 菜很漂亮 好吃, 太好了, 吃菜 我只顧不吃東西 對了, 為什麼不見了美女 剩下你們的麻辣和大家吃火鍋? 當然了, 美女的臉皮薄 記錯大哥生日害怕尷尬, 就跑了出去 他們在臨走之前 還叫我跟大哥說對不起 沒事 這隻魚蛋很棒, 老老是熟了 生焦的魚蛋, 棒的 謝謝 讓我嘗嘗, 是否這麼棒? 很熱 看熱 哪裡? 看熱 看熱, 看熱 吃吧 這個時候, 我做一些獨門的混帳 給你們嘗嘗, 人家很棒 有多棒, 行不行? 試試試看… 你這樣混合不可以嗎? 你老老是, 師傭的 讓我嘗嘗, 快點… 我就說不行了 怎麼樣? 怎麼樣? 好吃嗎? 不行, 我… 不可以, 等我來… 我來, 等我來, 等我來 你吃很多了, 來 拿個給我分, 放下酒 放下酒就可以 吃東西吧 吃東西吧 搶答題 打火鍋最適合唱什麼歌? 唱什麼歌呢? 三點不見鳥, 探何必相憂 誰就誰? 你喝醉 請不必屈我喝醉 沙發都吸你過醉 全都要你喝醉 誰就誰? 你說對 你撤退 跟他好一對愛女兒 我走開你們婦女 請你滾, 滾出去 我鬼子, 問大哥 你做人怕出胃 胃上身, 甘不退 滾啊, 大哥說你 你去認罪, 拯救我死你了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原來警察哥跟夏柴兩兄妹關係 我最初還以為他們一起去 難怪 警察哥從來都沒有說 她自己兄弟姐妹 我還是救不上 我找師父看過的 他說機心被汽水浸濕了、浸壞了 如果要修理的話, 要換個機心 我找了幾天 走遍全香港九龍新界 都找不到有用的靈見 修理這張錶 原來修理這張錶 也不代表可以幫他們修補那段關係 還有這些人家的家事 你是外人最好, 儘量少雜首 我明白, 不過我覺得自己應該有點責任 把這張錶反而令嚇得更加不開心 雖然我跟他們倆不太熟 但也不想看見你這樣的樣子 尤其是妹妹 如果不上心, 怎麼會藏著錶這麼久 十幾年來, 對著一張壞了的錶 令自己有一段不開心的往事困著自己 如果不把這張錶 這張錶怎麼會繼續向前走, 怎麼會向前移動呢 你以為變成一個伯伯, 你這麼長氣 好, 別煩了, 伯伯 拿這個錶心換下去吧 不是吧?那張錶的錶送給你 這麼有紀念價值, 我怎麼可以拿 錶就死人了, 幫了別人, 有什麼所謂 你不怕蘇姨不開心嗎? 我跟你說, 不這樣做她一定不開心 你不是第一天認識蘇姨 蘇姨這份人最諸事八卦, 最多管閒事 她一定不想看見你不開心 尤其是一個跟她生下一模一樣的女生 其實整件事我覺得挺不可思議 原來這個世界上有另一個女生 跟蘇姨生下一模一樣 更不可思議的就是這樣都被我們撞到她 認識到她 我想如果蘇姨在這裡, 她一定會出手 拿著錶去幫這個女生 我們當作用另一個方式去紀念蘇姨, 好嗎? 你找我嗎? 我帶一隻錶來 你這樣做是多餘的 弄一隻錶不代表我會和那個人康復 你先看清楚吧 這隻錶不是我的 你自己的錶浸壞了, 要換機心 但是那款太舊了, 全香港九龍都沒有零件 把他弄回來 那這隻? 這隻錶是我哥哥的 是他過了身的太太蘇姨送給你的禮物 就是每個人都說你像那個 我哥哥終於用了兩年時間去疲伏心情 才可以穿上制服 這次他還拿出這隻錶出來 結果換了機心給你, 但我不會這麼做 這隻錶我就是拿來給你看 但是我不會交給你的 我沒說過要這隻錶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哥哥要這麼做 亦不明白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因為Zoey對我的哥哥很重要 其實我哥哥拿這隻錶出來 是想你明白他背後的容疑 他在乎的是人的感情, 不是一件死物 其實生命很脆弱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相處到老 其實做了一輩子兄妹 為何不讓他們珍惜呢 這隻錶給你 這隻錶剛好停在兩點鐘 可能會令你想起十幾年前下集兩點鐘 你被人扔下的事 但我記得在十幾年後 有一天有一個做人哥哥的 很想得到他妹妹的原諒 其實做兄妹也好, 做夫妻也好 最重要的就是真性 你做 你總是說, 像你所說的 還要做婚禮 所以你就把有愛做婚禮 最重要是如何治好夏臣的心,好嗎? Jer,怎麼樣?他們兄妹倆沒事吧? 我盡力了 他原諒Jayden嗎?就視乎夏臣自己 卓芝呢?怎麼樣? 對不起…可以吃飯 去哪裡?你打算吃什麼? 泰國園? 好,那走吧 好 Siam Siam 真的是你嗎?我的天啊,我遭遇了 不要變… Siam 你好… 我還以為你是Sam哥在英國帶來的女朋友 不可能,你哥哥這麼正經,經常翻臉 好像打了鍋頭,不懂得動 你的說話太有水準 從來沒人敢恐怖我哥哥,非常好 對不起,不太好 喝茶 謝謝 你突然來了這裡,Manna知道嗎? Siam,Siam說很多事都是突如其來的 正如你完全意料不到 一個這樣的美女將會進入你家裡 什麼? 什麼?我真的打算進來住 別誤會,我是純粹想省回酒店房錢 別想多事,我們別想多事 別誤會… 你還好嗎? 基本上我打擾了你們家這麼久 我是沒有死路的 是 但是事先聲明 你不准打擾他讀書,他要考個事很重要 你還是學生? 哥哥,你不要把我當年輕人 我整個年都可以 其實你不介意,我想問你 你做姓行嗎? 我是開飛機的,飛機師 我打你飛機,空姐 好 Landy,你好 那就是你們家裡三個都在空中飛 是呀,不僅如此 其實接下來Isa就是考這個機獎事 如果他搞定了 就比Sam哥當年勝機獎 來,給我五個 是 他剛剛才考完CQA 然後還要由CT1考到CT6 總共有六關,你過了才說 什麼CQA? 今晚的質量檢查 一定要通過這個市場 才可以有資格有幾個掌市 不過其實我以為他只要會開飛機 已經很有型 是嗎?我從來不過你羨慕過我 哥哥,那時候你天天去做餅 吃個暗貌 我也不知道你會開飛機 兄弟 兄弟,我贊你 是 加油… 聽到了嗎?哥哥 一個生不識的人都支持我 你心想我哥哥 你不要像上次我考期一樣 三個是天書,不依一個弟弟 現在有警察天書 麻煩你立刻拿出來給你弟弟,好嗎? 警察有天書,警察有天書 就算有我也不會給你 其實每一個飛行員 都應該有自己的天書 你有沒有做似的? 那你到底有還是沒有? 我出錢買了一條題材 你給他不用讀,你懶得了 你的朋友在這裡,你去哪裡? 我幫何蓮希交一間房間 是,我蓮希 婆婆,你有沒有見過Sam哥的本天書? 天書?我都不用考 毛巾、枕頭、皮,在這裡 謝謝 謝謝,對了,你有沒有洗臉和忌廉? 應該有的 不要緊,在床上有些女生適合你用 你隨便用吧 放心,我絕對不會跟你客氣 其實他們兩兄弟很容易說話 Sam哥你比較淫尋,不過很疼我們 我當然知道 要不然我也不會走來黏食黏住 對了,明天我們會一起跑步 有沒有興趣? 這麼健康的事? 記住,千萬不要與我 好,那好吧,那你慢慢收拾吧 好,晚安 再見 我是Apple 叫我Juno就行了 你好, 這裡是接機大堂 樓上是離境大堂 這張是禁區證 可以進入空間 不過一定要我們的職員帶來才能進入 謝謝 不用 我喜歡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機場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每一天都有很多事情發生 是一個很好的社長題材 在這裡每一天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有人久別重逢 也有人要離開他們最深愛的人 去追尋自己的夢想 圓來圓去, 聚合離散 試問還有哪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體會到這麼豐富的人生經驗 謝謝 你在這裡寫什麼? 寫的都寫不完 創作是一刻的感受 錯過了就追不回了 我趁我記憶更深刻, 我想記下它 不如寫Apple吧 她的故事還曲字離奇 真的嗎?說來聽聽 哪有Josie說得這麼誇張 我只是機場的戲英靈 你父母遺留你在機場上? 正確地說, 是室物代領處 我記得他們說撿我回來的時候 我穿著一件蘋果圖外的小衣服 所以他們改了我的名字 叫童外屏Apple 他們說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吃蘋果 好 你… 公司… 不用這麼緊張… Apple的故事真的挺特別的 但是你也不用這麼大的反應 別說這麼誇張, 別人不小心 你快點擦乾淨 好…我給你 那你有沒有弄過父母? 沒有, 我還沒見過他們 我知道他們一定有苦衷 我只希望有一天可以見他們 放心, 你做過這麼多好事 天天一定會取養你 終於是, 你會見他們的 我也希望是 Sam哥, 怎麼不調圖外屏 我再放兩天, 陪凱莉地 你覺得有什麼需要? 你也覺得他沒有什麼需要 還是你不知道別人有什麼需要?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含意? 是不是需要解釋一下? 是呀, Coco 你是不是需要解釋一下? 你倆笑得這麼壞 凱莉地很漂亮, 挺棒的 那個凱莉地叫何年輕是我朋友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我朋友 只是因為他媽媽在英國招呼了我很久 招呼得很好 我禮尚往來 他來到香港, 我要讓他住這裡嗎? 是不是?可以嗎? 可以…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再回女朋友呢? 畢竟Soy已經走了一段日子 Coco, 你說開我才說 我想問你很久 其實你準備好, 轉動了嗎? 我回來工作 我的意思是說 我已經收拾心情, 轉動了 其實我不介意他 有一段新的感情發生 但是… 為什麼你們一定要不停催 不停提示我呢? 還沒 也對, 以Sam哥的條件 簡直是超級損盤, 真的不用急 其實假期挺好, 是吧? 又美女, 又半課翻, 又懂英文 最重要是什麼?活潑可愛, 哥哥 你這句說得對, 真的很活潑 活潑也有過度活躍症 我真的年紀帶心血少, 受不了 你這麼想念我嗎? 我回去工作吧 好, 你等我 天空, 我來 但我只要拥抱着你不过问 离人朝几百米 追伤不见底 从你的降落伤 我愿背负你一切 自时已分 我门腕相差距离 同想起眼又变回到一面 爱情危机